卡路红胎后,现在向南红川加油站被戴了 零年来已经受到世界的投资流灾情 也因此被博作专载最美情的加油站 如今入阵经过一个月经书,已经重新开博营业 消息团出不少人专冠政党在上打卡 在海中间过后加油站入阵也供业 国家美情也需要加油 博营专台上比较的加油站当心会合影价 很多部落基民真爱加油 对基民来说,最近加油是比较方便 感觉不错啊,我们这个老板,这个这个老板 这个再三处还不会倒啊 对你们在地会不会比较有帮助 有啦,帮助很大 会比较方便吗 对,很方便啦 你们这段期间都去哪里站? 埔里,乌厕都有 好,比较远? 对,比较远 对当地基民是方便 对幼稚,确实增加了一分配合 对投资流灾海中当心 比增加油渣的名声 先为那最打开的一点 我是觉得很有趣啊 怎么说 因为这个老板他可以用这种这么幽默的方式来看待他 他的事业被毁掉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了不起啊 对,我是转程跑来这边看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创业 然后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棒 那我想回去跟一些伙伴分享这样 上去逛逛而已 所以看到这个停下来 看一下 毕竟很辛苦啊 天灾谁都没有办法避免 当然是说这个是财务的损失是非常的庞大 可是在以我们经营者的角度来讲说 在怎么的悲情 我们还是会再提供像以往以前那么好的品质 给消费者 业者掛出了会让他们业補条 也笑自己是专台上比资加油渣 减加供条 又比资也要为你加油 除了希望找到原来的客户 也有自己加油的意义 这是业者期待 政府上官团协助 解割土豆流危害的问题 山上的林工 假如在煤开的时候就是在打林工这样 对啊 然后也会过来叫我这样帮忙 对就这样 那现在重新开业你们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因为我们都在地人 我们都在工作 我们需要这份工作 还会不会担心 当然会啊 尤其下很大的雨的时候 会怕啦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中央政府或是各级政府 对于这个野兮的整治 再多加把劲 让我们的这个人民的财产 损失可以降到最低 这个是其实是我最大的诉求啦 加油渣不就设施 要继续在政権 为了加油渣就逼 要有整队 但台称力的途中 尽比前加油渣 让业者在在后受到大家注意 但在害时的起床状况 也让人没办法放不记住 加油渣虽然会让营业 未来是不是可以安全经营 共产党也是业者目前最期待的事情 记者王家姓 彩虹报道 我们们跑进来 哎呀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